凤凰每周快讯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继美国政府12号宣布 对俄罗斯展开新一轮制裁 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 300多个实体和个人之后 美国国务院13号表示 正在考虑采取进一步对华制裁 来限制中国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援助 中国外交部则敦促美方 立即停止滥失非法单边制裁的行为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最高法院周四一致裁定 驳回了对堕胎药物 米菲斯同的诉讼 保留了在全国范围内 使用该药物的权利 大法官卡瓦诺在这项裁决中 撰写了意见书 在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 于2022年投票推翻罗素韦德案后 该案再次让堕胎权 成为最高法院关注的焦点 法院裁定质疑这种药物的医生 和反堕胎团体没有起诉的资格 在此案开始时 反对堕胎的医生和医疗组织 挑战美国食药局的规定 试图将米菲斯同完全撤出市场 认为它是不安全的 米菲斯同是一种口服堕胎药物 在过去20年在美国广泛使用 最高法院此次的裁决意味着将维持米菲斯同 此前的使用条件 及允许通过邮寄的方式分发药物 美国众议院周三就司法部长加兰 是否藐视国会进行投票 最终以216票赞成 20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判定加兰藐视国会 此前加兰拒绝提交涉及美国总统拜登 在处理机密文件案中接受质询的录音资料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长约翰逊 当天表示对投票结果感到满意 尽管投票结果已出 但加兰领导的司法部 不太可能对他进行起诉 此外白宫决定对这段录音 行使行政特权 阻止国会获得此录音 也将使得对加兰提起刑事起诉 变得极为困难 加兰世纪前总统奥巴马任内的 司法部长霍尔德 和前总统特朗普任内的 司法部长巴尔之后 第三位被判藐视国会的司法部长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日前起诉拜登政府 限制非法移民寻求庇护的新行政令 认为违反美国移民法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在华盛顿特区提起诉讼 致拜登政府的新行政令规定 一旦美墨边境入境口岸每日的 非法移民人数超过2500人 就会暂停受理庇护申请 并迅速驱逐出境或遣返墨西哥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 这项新规违反了美国移民法 以及规定政府在实施某些政策时 必须遵循程序步骤的行政程序法 公民自由联盟又指 拜登政府缺乏单方面权力 推翻国会制定的法律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 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 用于人工智能的新芯片技术 目标是刚刚开始进入市场 仍处于萌芽阶段的新型硬件 彭博社引述知情者报道 美国官员正在讨论新措施 将限制中国使用一种 称为环绕山级晶体管GEA的 尖端芯片架构 GEA可加强半导体的性能 包括英伟达在内的多家芯片企业 都计划在明年开始 量产采用GEA设计的半导体 知情者称 美国想要增加中国组装 复杂的电脑系统 以建立和运行 人工智能模型的难度 并在GEA技术商业化之前 把它与中国隔绝开来 美国官员还在划定 这项潜在新规的范围 目前不清楚官方会在何时 做出最终决定 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 跃升至10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表明劳动力市场 可能在高利率的压力下开始降温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 截至6月8号当周 经季节调整后的 美国初次申领失业金人数 增加1.3万人至24.2万人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22.5万人 创下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减少每周波动性的四周移动平均值 增加4750人至22.7万人 另外对上一周的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 增加3万人达到182万人 为近5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超过预期的180万人 有分析师认为 长期利率高涨 信贷环境紧张 以及需求逐渐走软 正开始给企业 尤其是小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 挺拔反应抗议示威活动持续 昨晚一群清巴抗议者 封锁了校园内的移动建筑 并进行严重破坏 据报该校校长 当时正在大楼的办公室内就地躲避 一个多月前 抗议者在校园的另一个区域扎营 但在周三 部分抗议者开始在教学楼前堆放家具 推翻校园巡逻车 设置路障 搬走了大楼内的物品 直到深夜 到周四早上 这群抗议者已经从大楼中散去 但大楼内外都遭到严重破坏 现场一片狼藉 官员证实 事发时大楼内约有十来名员工 被要求就地避难 洛杉矶警察局表示 他们没有被要求参与制止抗议活动 校内课程将继续以线上的方式进行 原定于周五举行的活动 也已被取消 美国航空航天局周三晚些时候 不慎泄露一段来自国际空间站的实施录音 显示美国航天员当时疑似出现可能致命的禁忌情况 美国航空航天局在YouTube频道实施播送了这条音频 显示国际空间站中有美国航天员疑似因大气压力突变 遭遇可能致命的减压症 当时有声音指导陈组人员检查这名航天员的脉搏 并为其输送氧气 这条音频随后被撤回 但已在网上开始流传 纷纷猜测空间站出现了严重的紧急情况 美国航空航天局事后回应称 不慎误播的这条音频 是为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模拟演练 实际空间站并未发生紧急情况 所有陈组人员身体状况良好 且即将开展太空漫步活动 美国航空近期被消费者评选为 处理托运行李最差的航空公司 根据mybaggage.com分析 美国运输部的航空旅游消费者报告数据显示 从2021年至2024年间 在经报告的行李处理不当案例中 美国航空已超过170万件居首 美国航空在过去三年内 处理了超过2亿件行李 其中超过170万件处理不当 平均每1000件中就有8.71件 此外数据还显示 美国航空在近十年间 年年都是行李处理不当 记录最差的航空公司 而美国航空则坦诚 一直存在这一问题 但强调在努力改善 美洲其他地区的消息 智利受强风和强降雨影响 总统伯里奇宣布 国内六个大区进入紧急状态 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 智利气象部门周四发布了最高级别的警报 覆盖了五个地区的大部分人口 截至目前暴雨共对约4300人造成影响 智利国家灾害预防和响应服务局局长表示 在本轮极端天气中 智利南部的比奥比奥和纽夫莱等大区 受灾最为严重 在比奥比奥至少1264所房屋受损 另有数百所房屋在接受评估 不确定是否可以继续居住 附近区域已经宣布停课 此外暴雨导致河流泛滥 引发山体滑坡 道路中断 基础设施停摆等一系列问题 智利当局已经向多条河流附近的居民 发出撤离警报 加拿大一个小镇 近期有数宗闯车破坏案 而一犯竟是一头黑熊 在最新的一宗事件中 预示汽车内部严重损毁 车主称是第二次遭殃 怀疑遭到黑熊报复 因为去年同一时期 身上有相同标签的黑熊 破坏它的座驾后窗 这头黑熊后来被林业部门 送到200公里之外 但自上周起 黑熊先后闯入了 这名车主寓所附近的 三辆车内实施破坏 当地林业部门表示 上周曾试图捕获 这头惹人厌的黑熊 但没有成功 加拿大公园管理局估计 北美有60万只黑熊 当中超过38万只 骑身加拿大 好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消息 继续锁定晚间播出的 凤凰美中新闻 我是小师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